其實台灣之前 有罪有名的死而復正案子 就是在1958年 發生在雲林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有一個男子叫吳邱德 他本來是一個建築商人 他就在包了一個海風島 就是現在外山頂州的一個工程 車後站的工程 他那時候就在那邊監工 每天在那邊看看 他的工人就覺得說 你老闆你就有母人 為什麼天天你都載了一個 七的腳踏車後面 都載一個妹妹這樣 年輕貌美的女生 他就覺得很奇怪 他說你開玩笑 他說他那個時候 其實他憂愁苦臉 天天就煩惱說 那個工程要怎麼辦 對不對 做得不好 那個外山頂州的工程 不是那麼好做 而且那個時候他老婆 叫做靈網邀的 他因為已經生病 重病 得了怪病 怎麼醫都醫不好 他真的憂愁這個案 你還跟我開玩笑 果然幾天之後 這個靈網邀竟然就這樣斷氣 氣絕身亡 可是那個吳邱德都覺得說 我老婆怎麼會這樣死 而且他摸他的胸口還溫溫的 他就一直不相信說他死 又把他屍體放在那邊 可是過幾天之後 竟然他又活起來 你說靈網邀要醒來了 醒起來 醒來之後最詭異的是 他講話那個口音 根本不是當地口音 你說他改變了嗎 不是害口音 變成人家一聽說這個金門口音 而且本來不認識字的 突然間會寫字 還會記帳 這奇怪 對 而且他以前 那個靈網邀在世的時候 他只會主犯 其他事情都不做 後來這個 一回揚之後 他只不主犯 任何事情出火什麼 他都會做 所以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變了一個人士 後來他們就只好去問神明 就跟他講說 原來這個人叫做朱秀樺 他是那個時候 因為823炮戰開始的時候 他跟家裡面的人想要逃難 坐漁船就想要台灣 對 遇到風浪之後 船就飄… 就飄到那個外山頂洲那邊 以前海風島 去了之後 竟然有幾個那個漁工在那邊 看到說 因為其他人都已經死了 身亡 就只有這個朱秀樺 還有一口氣在 他出來就希望他們救他 說我願意跟以身相娶 或者終身為奴都可以 可是那幾個人 看到他身上有帶金釋 那時候金釋很值錢 竟然搶了金釋 就把他害死了你知道嗎 就那個時候有一個叫做 林海島的 他就覺得說 你們不能這樣謀財害命 叫做你放了他一條生路 竟然還被圍毆 還被恐嚇這樣 後來你知道嗎 這個朱秀樺就這樣講了 就是說原來他是 18歲的金門女子來 那個時候是因為經過 那個安西 五條港的安西府的那個 王爺 張春王幫助 他說因為你生前 也吃災念佛又一心向善 所以你有機會可以還揚 那個時候就剛好這個靈網腰過世 趁這個機會 那個王爺的幫助之下有沒有 所以你是說他的這個 靈體上了他的身 對 就是那個王爺幫助之下 上了他的身 從此他就變成那個 靈網腰的身分這樣